大家好 刚刚我在路边挖到一颗长的比较怪异的木瓜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根扭起来了 上面被砍过头的分了两叉出来 看起来非常适合作为盆栽 我就把它挖回来给它栽到花板里面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根长得歪歪扭扭的 估计小时候被摧残了不少 长大了又被砍了一刀 真的是多栽多难 现在主要是把它挣到这个米子袋这里 先给它配一点土 我给它配土就是用了一些原土 就是栽种木瓜的位置挖起来的这个土壤 这个土壤不算很肥沃 所以给它加入一点这种发酵好的鸡粪 这种鸡粪肥效比较好 大概放上个两三抓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因为鸡粪的肥效太强烈了 上盆之前在底部也给它加入了一两抓鸡粪 作为底肥 然后再给它上盆 我用的花盆是这种美食袋 便宜又实用 直接给它肿进来就可以了 准备上好盆之后 再给它加一点鸡粪到这个中间位置 一定要沿着这个盆边撒上鸡粪 不要给它直接接住到根系 接下来给它浇定根水 我给它浇定根水的话 一般都会用上这种快速生根粉 不管是什么花卉给它上盆之后 我都会给它用上一点快速生根粉 这样的话可以强壮它的根系 不容易让这个根系在上盆之后出现问题 同时又可以诱发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直接按照一比八百比例对水 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好了我这一颗木瓜已经种好了 接下来先把它放到一两同工的地方 养护一周左右 然后再给它晒太阳 看看它到后面能不能挂过 好我们下期再见